作为一款狙击模拟游戏 狙击手幽灵战士7月2 把狙击枪击中一公里外的敌人 这种需要参考相当多复杂因素的任务 变得像呼吸一样简单 并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 在玩测试版本游戏时 较为贴近现实的射击机制 像杀手系列一样的需要创造力 并需要掌握实际的开放式刺杀任务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狙击手幽灵战士7月2 紧接着前作结束的地点开始 玩家扮演的是 手头有一长串刺杀名单的 代号杜鸦的契约狙击手刺客 本作在前作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改进 为了强调远距离狙击的特色 甚至创造出专门为了远距离困难狙击任务 而设计的巨大地图 在这个上手体验中 我必须在新达省气候恶劣的沙漠中 对潜在这里的三个恶贯满盈的坏蛋 施加正义的制裁 首先我需要在崎岖的善道中 解决巡逻的敌人并到达狙击点位 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灌木从间 辗转腾挪 不断寻找制高点 创造出刺杀敌人的有力条件 玩家可以利用望远镜 侦查诸如敌军士兵 爆炸桶 保险盒之类的 在做出标记之后 他们不但会在你的用户界面上显示出来 还会标记出他们与你的相对位置 以及敌人种类等的信息 在这时你会有两种选择 要么悄悄绕开那些路障或军事基地 要么直接干掉他们 绕远路的选项通常都比较安全 但是清理哨战也有不少好处 刺杀目标的相关信息 或许就藏在这些基地的电脑之中 此外 当地平民或许也掌握敌人的重要信息 拷问他们也是不错的选择 将这些基地清除后 可以有效减少玩家因操作失误后 备来增援的敌人包围 在这些近距离作业的场合 潜入成为了较佳的选择 但是由于小地图并没有提示标记 想要得知敌人的感知范围 就变得比较困难了 当玩家被发现后 狙击枪就要暂时放到一边 轮到限弹枪 自动步枪以及手雷出场了 尽管这些武器与其他设计游戏相比 他们的手感不算糟糕 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 正如狙击手幽灵战士契约2的标题所说 狙击才是这游戏的卖点 尽管游戏内的移动与射击 给人一种熟悉的感觉 但是相较其他射击游戏 这里的子弹似乎更为致命 当你被众多火力强大 且狡猾多端的敌人包围时 这绝对是一种可怕的体验 因为游戏里敌人的AI非常强大 此外一些装备与补给技术也很棒 其中我最喜欢的要数自动狙击炮塔了 它可以根据玩家的指令 自动狙击目标 变相为我方掩护火力 而无人机则可以提供空中优势 让那些藏在难以到达地点的敌人 无处可逃 作为初次猎杀目标 敌方武器伤的刺杀需要进行详细的侦查 当然这个过程中 你也有不少花样可以玩 在警卫塔上 可以发现不少射击的目标 比如吊张各种重物 以及照明设备的起重机等 都可以成为你刺杀目标的道具 你既可以在目标到达开阔地时 给它一击毙命 也可以通过射击附近的爆炸物炸死它 如果你十分善于观察的话 也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机会 在同一地点 有些人员会在屋顶的制冷设备上工作 这时射击警卫 破坏控制面板 会让大厦的消防系统出错 将目标办公室中的各种文件弄湿 当目标冲过去拯救财产的时候 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 将为狙击提供巨大的便利 这些巧妙的关卡设计 在每个区域的三个刺杀行动中 均有出现 狙击手幽灵战士7月2 将于6月4日登陆 PS5、PS4、Xbox Series、Xbox One和PC 想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请继续关注IG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